我經常都說 香港雖然不是一個福利社會 香港政府沒有這個社保 即是全民的社保 其實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有台灣 日本 德國 全部都有全民醫保 香港是遲遲都沒有 不過幸好它都弄了一個半範圈 弄了這些東西出來 自願醫保 這位觀眾就跟我說 不要再扔錢下去買無謂的保險 記得保險經紀並非想幫你賺錢 它專門給你賺錢 如果有鏡頭過 保險費就會加收益的 另外的觀眾就說 如果自樂身體好 沒有鏡頭過 就會賺錢下海 因為這是消費食產品 如果你有一個病 例如我現在做了小網 我脫落了 我鏡頭過那張單 但那張單就花了 下年就會狂加我的保費 年輕的時候 我買保險有些很不愉快的經驗 所以現在我即使是要買醫療保 和治療保的時候 都很小心 幸好我有千多個軍師 我出了一條片之後 他們分享了很多他們自己這幾十年來 他們跟保險公司打交道的 不愉快的經驗 慘痛的經驗 以及成功的經驗給我 我在家裡養病的時候 我比較了香港十幾間公司的計劃 很詳細他們的性格比 他們賠償的成功率 以及他們的口碑 各樣東西 Shortlist了三間保險公司見面 香港的商業保險公司 今天會跟其中一間保險公司見面 他們就同意跟我拍攝 因為之前我跟其他兩間公司見面的時候 他們不讓我拍攝 或者只是出聲的關係 這間是唯一一間公司 在我現場拍攝的 我就Shortlist了幾個問題 很清楚想問他們的 一個問題就是 有沒有必要買醫療保險 第二就是買什麼醫療保險 第三就是出 第二就是入出 是指我付多少錢出去 入就是說 我有機會拿得到多少錢回來 最後就是性格比較 現在去片 鍾小姐 Hello 你好 鍾小姐 你好 多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還很想鏡 還有我現在還未決定買哪間保險 多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跟我們觀眾分享一下 當作科普 保險 特別是醫療保險方面的疑問 因為我找到很多觀眾 很尖銳的問題想問你 明白 希望你不要介意一下 第一就是 有沒有必要買保險 很多朋友留言給我 個人見解 就說 看完你的YouTube 有以下的個人見解 很多人買保險的專業原因 是將風險轉介 給保險公司想犯錯誤的 那麼101保險 其實是很多年前 你已經被人發現 是要欺責的成分 現在你想買醫療保險 是保障自己70歲之後的醫療 本人有以下的建議 不不不不不 他就說 有機會會斷工 因為你最需要的時候 就會斷工 你沒有可能連開飯的錢 去供保險 那麼他就說 個人的意見 除非你是超級富豪 如果或者你有長期病患 或者大病 你就去看醫生 那麼這位觀眾就跟我說 不要再扔錢下去 買無謂的保險 記得保險經紀 並非想幫你賺錢 他專門稱讚賺 這是很現實的社會 你怎麼回應呢 這個問題 其實我會這樣看 本身你說保險是否必要 我都認為有一些人 是可以不需要買保險的 比如呢 因為本身其實你都 好像這個客人這樣說 我們保險其實是一個 轉移風險的一個工具 那麼基本上 如果你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就是無論我發生什麼疾病都好 我多大病都好 我都有錢醫的 我住在山頂 對 我住在山頂 對 我有錢醫 而且我亦都不擔心 我拿了這筆錢去醫病 會影響我生活 其實我可以不用買這些醫療保險 但是給絕大部分的人來講 好像我這樣 普通打工仔 對 如果我不希望有什麼事的時候 例如我的疾病 突然間令我累積的財富 減少了 甚至乎沒有了的話 其實就應該買一份保險 就是比較常見 我們經常有些客人來做諮詢 例如最近有個客人 其實他都是三十多歲左右 他是沒有買過任何保險的 之前 一份都沒有 他的想法就是這樣 我覺得呢 我到時有什麼事 我去排工立醫院 對 那又不用錢 或者很便宜 但他其實就是最近有發生一件事 就是他做運動的時候 斷了十字印帶 但原來私家院去做一個 十字印帶的修補術 其實若望不同的醫院報出來的價 大家都是十幾萬左右 對於他來說 他其實他自己透露 他其實做了事都七八年時間 儲下的錢 因為人工不是很高 其實不多的 這十幾萬相等於 他差不多已經清了他的積職 他是很扔心口 是的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真的沒有辦法去等 最後他也是有做到一個手術 也是怎樣刺激到他 來諮詢我們想買一些醫療保險的原因 其實同樣 是的 因為我知道你最近也有做到一個手術 也是這樣 說真的 如果我沒有做到事物物手術 我不會走上來 是的 以前我就靠公司的醫療部 就是脫皮的醫療部 然後真的兩個月前 我跑步的時候 脫皮脫落了 做手術用了十三萬八千元 私家醫院 我回應一下 大家知道公立醫院是真的好的 不過就是有一個排期的問題 因為珍得足少 是的 真的有一個排期 我這個是私家脫落 其實都算挺urging的 結果他都要我回家去等 我是很害怕的 因為會盲的 有機會會盲 我決定不搏 結果就做私家 做完私家之後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 不行 就是 怎麼都應該買一包保險 現在就在2020年的時候 大陸政府就開放了 給香港人買大陸的醫保 就是我們去買回大灣區的 就是深圳或者中山珠海的醫保 這裏屬於政府福利 那個就和香港的商業醫保 完全不同 你這裏就始終是商業公司 深圳那裏 知道你多少錢買一個醫保 多少錢 就是一杯咖啡價錢 那絕對建議你買 一個月40元港幣 我也想買 40元人仔 我和另外一個保險公司 他說你可以互保的 你不是說買了深圳的保險 就不是在香港醫保 香港醫保是貴很多的 因為商業醫保 大陸都是社會福利醫保 是很便宜的 當然兩邊的醫療水準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現在都在想做一個combo 就是一方面在大陸買一個很便宜的政府醫保 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在香港買一個商業的醫保 就方便我 就是在香港我需要看香港醫生的時候 可以用到 明白 那想問客生有什麼推介呢 就是如果香港買這個醫保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醫保來說 我們最受歡迎 其實現在會是政府的一些自願醫保系列 所以當中會有不同的計劃級別 那有些比較基本的 也都傳統一些 我們叫做一些分行式的 最傳統的那種選擇 那現在有第二種形式 就是一些新式的自願醫保 也都是以前可能你也有聽過 就是一些CEO Plan 設有一個大的中分上限 那大部分項目 它都是可以過了一個佔底費 就全數盤這樣 CEO Plan 所謂CEO Plan 其實是一間公司 我都聽過那些行家說的 是當年就是給一些高層 或者是CEO 那些老闆級的 就是任你camp的 一年可以去到幾千萬的限制 因為這個就有一個粉絲回應 就是留言說 有些保險公司 即是食水心 用魔鬼的細節 買保險的朋友 一定要精明選擇 才買到適合自己的醫保 我都想知道 哪個Plan最value for money 哪個性價比最高 其實我們兩種的計劃 各有它的優勝之處 和局限之處 我選第一種傳統Plan的去處就是 它是一元起賠的 我不需要有任何錢底費 就是我做過小手術 例如我各個痴瘡 可能八千九千 它都可以十步十小賠給我 而CEO Plan的好處就是 它對一些大的癌症 或者一些複雜手術的開支 它相對來說提供的保額夠大 你不用擔心我超過了我的limit 是幾十萬 因為我不知道我到時超過的銀碼 會是超過幾千元 幾萬元 還是幾十萬 是一個question mark 但是CEO Plan 它就固定了 我自己要負責的那個醫療開支 就是佔底費的部分 所以其實 始終這個是屬於消費性的產品 價錢會變的 隨著年齡增加 或者你claim它的history 要價錢的變化 其實這個粉絲就留言了 我已經超過七十歲 因為在香港要買人壽和醫療保 以我對香港的醫療產品保險 了解 差不多年紀越大 保費就越貴 到了人戰佬 財力不足的時候 都要面臨斷工的選擇 嗯 明白 是的 本身其實醫療保險 就必定會隨著年齡去增加那個保費 以前一般的傳統醫療保險 甚至乎就好像有些 你的觀眾都可能 年齡下載 年齡上會加得很厲害 是的 或者claim過用過又再加 是的 你說得對 另外一個說話 如果claim過保險會就會加loading 是的 另外一個觀眾的觀眾就說 如果治療身體好 沒有claim過就是賭錢落海 因為這個是消費性產品 是不是很浪費呢 他就說要財力的話 就買個乾身和迫時折衰 不過對於退入一個長者來說 是很殘酷的 是的 就是因為 就是 你越年齡越大 你越少錢收入的時候 你會給越多的保費 對於長者是有很大的心理壓力 有一個負擔在 完全明白的 現在的事業醫保 其實它有少少改善在裡面 就是 它已經是根據政府的要求 它加多了一些保證續保的條款 即是你不可以拒保 你不可以因為我claim過用過 再去中斷我保單 或者最重要一點就是 不可以因為我claim過用過 你加我保費 不可以這樣 是的 現在我們的事業醫保 看看是保證續保 即是代表 如果我投保的時候 身體健康康 你知道隨著年齡一定 越來越多 claim越多病 就是氣壞 不是 而你這個時候有加我的 那我又供不到 是嗎 那自業醫保就解決 我們的自業醫保 解決了一個問題 即是你不可以 因為claim會 而加了一次 我們是不會因為客戶的 索償紀錄 去加補費 即使這個客人 每年claim抓我 可能一百萬 是嚴重的 是的 我們明年他交的補費 都是跟著他的年齡 即是同一個年齡的人 他的level 即是我們叫乾淨的單 是的 一樣的 我們自業醫保很透明的 因為我們所有的保費表 都會放在網站上面 你自己是可以檢查到的 你有沒有加密了 阿新 多謝你這個科普 不過現在你剛才 新的意思是說 現在買了鋪梯的自業醫保 是譬如我今年claim了一百萬 我下年的保費 我們跟回Linecraft 全世界交通是多少錢 是的 不可以我零零零零零 突出來了 是的 就不會你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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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這個很新的知識 舊時候大家的官員 舊時候是很常見的 舊時候是很常見的 舊時候是說不要弄花自己的保單 對 舊時候你要小病都沒有保險公司 要花了保單的話 夏年會抗加你的 沒錯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優化 對於尤其是年幾月大 我越多機會 是不是因為政府參與了自業醫保才是這樣的 沒錯 其實以往就一般沒有這個條款去限制保險公司 所以為什麼自業醫保就是透明的 很多 所以我經常都說 香港雖然不是一個福利社會 因為香港政府沒有這個社保 就是全民的社保 其實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有台灣 日本、德國 全部都有全民醫保 政府給的 美國都出了奧巴馬Care 如果大家去美國 奧巴馬的年代就出了奧巴馬Care 就是全民醫保來的 就是政府的福利來的 香港是遲遲都沒有 不過幸好它都弄了一個半欄框 弄了這些東西出來 其實自業醫保 就是政府是有些involvement在裡面 它給了一些框架給保險公司 就是你要怎樣做 我就知道其中一個框架就是 你是年齡限制那裡 以前我們買商業的醫保 就有一個年齡限制 很多人不肯補 譬如我七十歲八十歲就不斷 就斷了 不斷給我繼續供 是的 現在自業醫保它好很多 基本上它的投保年齡 已經可以去到八十歲都買到 還有如果一旦投保了 其實我們可以保證逐保 去到最基本一百歲 那麼我們公司 譬如靈活計劃 保胎拼這些自業醫保 是可以保證逐保中生的 中生的 持住都可以逐保 即是活到八、二歲都可以 是的都可以的 就不擔心 我年紀越大 反而就沒有了保障 因為現在大家的壽命都越來越長 醫療一直在改進 是的 我相信那個平衡年齡一直會向上走 那個網友留言給我 對比過香港的醫療部 魔女在細節 特別留意通脹 即所有的醫療通脹 是的 每年的升幅很厲害 觀點越強而jer 就是說香港 Monibus 當然那Micrets 即使香港 легко的公司 每年是8% 相對當相對 另一間是最低的 不實習的 而且是比較長、保費的折扣 明白 其實每間公司的加價幅度都不同 我最近聽過有個客人比較誇張的一個例子 他說現時買的醫療保單 加的幅度是十幾二十個百分比 這個八個百分比不是最貴的 不是最貴的 我們都可以讓你們參考 我們之前做了一個保費調整 都是最主要跟市場上的通脹和醫療通脹的一種 大概是五至六個百分比 算是合理的 還有我們公司的保費表並非每年都調整 不會說每年都調整 但我們就沒有辦法保證一件事 就是十年二十年後都保護保費表 就沒有辦法 但起碼自然醫療保就會透明一點 你自己都可以看到那些價格的幅度 另外一個粉絲留言 我最近都買了煲胎 其實我之前買了一塊大保險公司的 所謂的agent 做了三四年就走了 變成了孤兒單 有什麼新的需要的話 就沒有人幫我了 所以有agent和沒有agent是沒有分別的 其實都有接觸過很多客人 有類似的情況出現 就來找我們煲胎 因為始終外面的傳統保險公司 一般都是找了agent 但煲胎反而和傳統公司不同 我們做的方式就不是一個agent去serve你 而是一個團隊去幫你跟進 你也會留一個WhatsApp給客人 沒錯 我們公司其實是可以有WhatsApp 留給客戶去聯絡的 其實在我們網站上面都有一個Button 給你直接按一個按鈕 就可以WhatsApp到我的 這個就是產品專員 即是我的一個工作 最多客人擔心的時候 我去到Clang的時候 誰幫我幫忙 你幫我幫忙 中小姐就不是負責索償 不是負責Claim 但是我們跟其他公司不同 我們是有一個索償部的專員 就讓你直接聯絡到他 我不用跟經過agent 問過agent agent又回去問過Claims 那我們就直接讓你聯絡到我們的索償專員 你可以透過打電話的方式 或者WhatsApp去聯絡都可以 好好好 做一個粉絲留言 都挺尖銳的 保險公司是精算師的算法 長期做賺盡的 你賠的時候 就不會給多一分的 因為就有所謂的 索償率的問題 有些公司賠償率比較低 有些又高一點 我都比較了 這麼多間公司 因為坊間都幾多這些資訊 有些公司是八十幾個% 我就覺得比較低 一百個案子 他有十幾個案子 他都不賠錢 有些公司去到九十幾個% 當然比較好 那你介不介意透露 你們公司的賠償率要多少 在五周年的報道裡面 其實我們都有做到我們的CEO 顏先生都有做到一些訪問 其實當時直至2024年5月的時候 我們處理了七萬多宗的索償 其實不少的 這個數目很多 這七萬多宗的索償 包括了個人的保險 加上團體的保險 索償率是高達99.53% 所以是99.53% 對 是一個很高的負責 很高 因為我見過有些八十幾個都一押漢 八十幾個 一百個人裡面有十幾個都不少 你看東張西網裡面 很多這樣的案子 苦主 還找東張來掃款 其實我為什麼會找煲體呢 其實我比較性格比 我做了一個桌子 以我的年紀 不吃煙 男性來說 我如果買一萬多元的佔底費 正常那些 有些是一萬三 有些是一萬四 一萬五六佔底費 每間公司都是 約會是一千三到一千六七元一個月的 你們零零四四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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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差那麼遠 因為沒有什麼公司是低過這個價錢的 明白 以我自己個人的 最主要第一就是我們 煲胎 你知道是一個虛擬的網上的保險公司 我們的投保手續 去到你將來做索償 大部分的這些過程 我們都在網上完成 我們公司就是用科技去折散了這些人力的成本 還有第二點最重要的 我們經常會提及到 我們煲胎是沒有保險中介人 沒有佣金的 是差很遠的 所以我們折散了這些保險中介人的成本 就變成我們的保費就變得便宜到一時 其實就不需要太擔心煲胎的財力方面 因為首先我們公司的財力非常足夠 很穩健的 我們兩大的股東我相信很多客戶都聽過 其中一間大股東就是我們的永明 永明那邊 新來 還有另一個大股東相信很多客人都聽過 就是日本的三井集團 加上其實我們所有的香港的保險公司 尤其是人壽保險公司去發牌 我們要經過保監局發派 我們才可以賣到這些保險 比較了幾間香港保險公司不同的志願醫保計劃 和三間agent見了面 最後我選了煲胎 因為感覺最接近我想要的2024年 即現在Professional Online Agent的形式 Hustle-free Commission-free 透明公平CP值高 希望I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for my next decades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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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